特斯拉全自动辅助驾驶功能有望在今年实现 背后一大工程就是台积电先进制程技术 随着电动车与自驾车快速发展 台积电与三星在先进车用晶片上的竞争更加激烈 近期三星宣布将提供现代汽车第三代车用处理器 预计2025年供货 消息人士指出车用半导体市场 在10奈米以下先进制程的竞争正在提升 台积电高层张小强透露 公司的车用客户急着推进3奈米制程技术 因此提供N3A1方案提供客户设计使用 将协助客户缩短产品上市时间2到3年 我们也自己内部也有推了一下 大概30年的时候会到135个比例 这是Extrude Memory 近日台积电正式拍板在德国合资设厂 主要生产先进车用半导体 随着自驾车与电动车晶片含量 呈现废数成长趋势 台积电与三星的抢单争夺战 再次受到市场关注 新唐人亚来电视 陈前李兆婷玉整理报道 PUSH THE BUTTON